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越南总统托拉姆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会谈 这次会议不仅是增强双方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 也是越南在美中竞争中寻求平衡的一步棋 托拉姆强调越南作为美国的朋友及可靠伙伴 表明了他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呼吁美方解除对越南的贸易限制 同时 双方在经济合作及半导体供应链方面 展开了新一轮的合作 然而 这场会议的背后却隐藏着人权问题的紧张 特别是在美国国会对越南人权状况的关注持续升温之际 随着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日益强硬 北京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加强 这让越南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显得更加重要 特别是在菲律宾与中国的紧张局势中 越南的角色和立场将如何影响整个地区的局势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接下来 我们还会讨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 对中国在维吾尔族人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分而置之策略 对东盟国家的影响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地缘政治的棋局不断变化 局势愈发复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期待的星期三 美国总统乔拜登与越南总统托拉姆 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了会谈 这是托拉姆首次以总统身份访美 两国元首在会谈中深入讨论了如何深化双边关系 特别是在制造业 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 托拉姆赞扬了拜登在提升两国战略 伙伴关系方面的努力 并强调越南是美国的朋友和可靠伙伴 这一点在越南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越南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托拉姆在会谈中表示 越南将继续坚定执行 其独立 自主 多边和多样化的外交方针 致力于在全球舞台上展现自信 这一政策不仅是对外的宣言 也是对内的承诺 显示出越南在全球舞台上的自信 拜登则提到 自去年开始新时代以来 两国在半导体和供应链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 并在网络安全方面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 他们共同承诺维护航行自由和法治 这一点尤其针对与中国的地区海洋争端 会议期间 托拉姆还与美国企业的代表会面 包括META的高层 该公司承诺 在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共产国家扩大投资 托拉姆呼吁商界领袖支持核内的请求 希望美国能将越南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移除 并解除其他贸易限制 他还希望美国与越南 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展开合作 根据越南政府的消息 SpaceX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向越南投资150亿美元 这与其Starlink卫星服务有关 托拉姆表示 越南政府正在审查这一提案 并将与国内合作伙伴协调完成投资程序 然而 这场会议并不完全充满乐观 美国国会代表米歇尔·斯蒂尔 在会议前致信拜登 要求他直接关注越南在托拉姆领导下的人权问题 这显示出 美国在推进经济合作的同时 对越南的人权状况仍然保持关注 会后 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表示 双方讨论了经济合作的广泛问题 并计划加强与越南的合作 这位官员还提到 两位领导人都认识到 越南所处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 并强调越南在与大国的关系中 需要保持谨慎和战略性 在会议前 越南当局释放了一些知名的活动人士 这些举措 被世卫对外界压力的回应 这些活动人士中 包括因颠覆罪被判刑的陈辉勇 他在2010年被判刑16年 还有因税务诈骗被判刑的环保活动家 黄世明洪 尽管如此 仍有其他异议人士被拘留 这使得越南的人权状况 仍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越南长期以来 这主张应该解除 其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签 认为这一标签 对于越南与美国日益紧密的 双边关系是不利的 美国的商务部门 对此持谨慎态度 认为这不是拜登 可以随意让步的问题 反对者包括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 劳工游说团体 则认为越南的政策承诺 并未得到具体行动的支持 越南正被中国企业 利用作为绕过美国进口限制的制造中心 总的来说 这次会议不仅是越南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深化 也是越南在国际舞台上 寻求平衡的努力 托拉姆的访问和会谈 无疑为越南的未来发展铺平了道路 也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 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美国国内 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加大对拜登政府的压力 要求其在中国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压迫问题上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本周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众议员 李奇·托雷斯 向国家情报总监艾弗里尔 第海恩斯 发出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件 指责政府未能提交 有关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待遇的报告 托雷斯在信中表达了 他对政府沉默的担忧 认为这种沉默 无法反映中国共产党 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压迫行动 而在同一周 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由共和党主导的措施 试图迫使拜登政府禁止 与参与迫害少数民族的中国官员接触 这一措施显示出 两党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不同策略 民主党更倾向于通过立法来施加压力 而共和党则选择直接的行动来表达不满 美国政府在2021年 已经宣布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行为 构成种族灭绝 并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对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 施加制裁 然而自那以后 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行动 却保持沉默 这让托雷斯感到非常困扰 托雷斯强调 他制定这项立法的初衷 是为了凸显中国政府 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他的言辞中 充满了对维吾尔族人遭受的苦难的同情 并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让这些受害者的声音被听见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在试图让拜登政府 更加关注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 更是对人权的捍卫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两党的分歧和合作并存 对中国的立场也在不断演变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场关于人权的辩论将会持续下去 美国的立场将如何影响全球对中国的看法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维吾尔族人的命运 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每一个声音都至关重要 无论是来自政界还是民间 大家都在为维护人权而努力 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行动 让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 看到希望的曙光 随着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加剧 东南亚在中国的投资和外交决策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中 北京与马尼拉之间的敌对关系 日益加剧 这使得该地区面临着不希望发生的冲突 自三月以来 中国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船只 在两个无人居住的争议礁石附近 发生了六次碰撞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的挑衅行为 尽管人们担心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以及可能涉及美国的更大冲突 北京却加大了对菲律宾的强硬手段 并加紧努力利用其政治 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试图将其他东南亚国家 拉向自己一方远离马尼拉 观察人士指出 北京故意提高了对抗的强度 试图阻止在其家门口 形成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并加大压力 希望迫使菲律宾 放弃对中国扩张海洋主权的强硬抵抗 近几个月来 随着马尼拉持续向华盛顿倾斜 北京发起了一场魅力攻势 试图拉拢其东南亚邻国 进行了一系列高层外交交流和防务合作 例如联合军演 中国总理李强 在六月访问马来西亚 印尼当选总统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 和越南新任共产党首席托林 在四月和八月分别访问北京 此外 自四月以来 东盟十个国家中的七个外长 包括老挝 越南 文莱 柬埔寨 马来西亚 泰国和印尼 均受邀访问中国 中国外交部常王毅 也在今年内多次访问印尼 柬埔寨 泰国 老挝和缅甸 根据位于马尼拉的亚太进步的 基金会研究员 卢西奥 布兰科 皮特洛三世的观察 北京正在利用其对东南亚国家的 外交影响力来孤立菲律宾 他表示 中国将利用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来减少对马尼拉的区域支持 并将后者描绘成挑衅者 根据所谓的九段线 北京声称 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 和资源最丰富的水道之一 其主权声索 与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台湾和文莱的主张重叠 与此同时 作为美国的条约盟友 菲律宾在马克思总统的领导下 对海洋争端的立场 变得越来越强硬 菲律宾国防部长 吉尔伯托 特奥多罗称 这是一个生存问题 并在去年启动了一项透明度倡议 以公开中国的所谓不当行为 皮特洛指出 中国也可能指责菲律宾 通过邀请非主权声索国的竞争对手 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巡逻或航行 并在菲律宾土地上 在南海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该地区对北京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去年中国在东南亚 参加了创纪录的14次联合军事演习 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继上个月 菲律宾和越南首次举行的联合海岸警卫队演习后 中国又与泰国进行了联合空军演习 9月初 中国还与新加坡举行了海上演习 上个月 中国和印尼在雅加达举行的首次 2加2联合 外交和防务对话中达成共识 恢复自2015年 因纳土纳群岛争端而暂停的双边军事演习 印尼并不是南海的主权声索国 但也定期与美国进行联合演习 包括主办了一场为70天的 由华盛顿主导的多国演习 根据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研究 东南亚大陆国家 如柬埔寨 老挝 缅甸和越南 对于中国的军事演习 表现出偏好 而泰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 五个海洋国家则与华盛顿进行更多的演习 南海的紧张局势 使菲律宾成为中国与美国之间 潜在武装冲突的引爆点 这是其他东盟国家努力避免的情况 上海的军事分析师尼勒雄表示 防务合作和军事演习 在中国的东盟战略中扮演着 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角色因为东南亚在美中冷战式对抗中 占据了重要位置 尼勒雄指出 东盟国家希望通过两边下注来最大化其利益 他们不希望在俄乌冲突 中美竞争或北约 在印太地区扩张的利益中选边 但他们可能将美国和其他外部行为者 视为对抗中国的力量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 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安德鲁塔弗表示 随着北京与马尼拉的关系迅速恶化 确保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关系 健康符合中国的利益 塔弗指出 如果非而制之战略的目标 是确保竞争对手 即更广泛的东盟不形成统一战线 来共同抵抗中国 那么我们可以说 中国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名誉教授 卡尔·泰尔的说法 多年来 东盟很少能够团结起来 对抗中国在南海日益强硬的立场 更不用说采取集体行动 在东盟与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长期停滞的背景下 该集团多次向北京做出让步 泰尔表示 这为中国的愤而制之打开了大门 他指出中国希望东盟中的紧张者施加压力 迫使菲律宾让步 以减少紧张局势和美国干预的前景 泰尔认为 中国将马尼拉重振非美联盟的努力 示威 对中国区域安全野心的重大挑战 甚至威胁 他表示 中国对菲律宾的行动 不仅只在威胁菲律宾 还是向其他地区国家发出信息 表明与中国的妥协比对抗更好 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在条件允许下指出 北京在东盟对南海立场上强调了两点 他们可能会表达担忧 但中国不应被直接提及 2016年的仲裁裁决也是一个禁忌话题 除了菲律宾 没有东盟国家会公开谈论 然而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东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 格雷·戈里·波林表示 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之间造成分裂的做法 有其局限性 他表示 这一战略的成功与否 参差不齐 柬埔寨和老挝在东盟背景下 始终听从中国的指挥 而北京则经常能够让泰国 文莱和马来西亚等不感兴趣的政府 保持沉默 但几乎没有的证据表明 中国能够在印尼 越南或新加坡改变民意 菲律宾在这些国家 仍然获得官员和专家的默默支持 他指出 过去三年来 中国变得 更加反应性 因为他突然发现 东南亚的声索国 愿意对其使用非动能力量和威胁 进行反击 北京并没有改变策略 而是主要加大了 对菲律宾的这些无效手段的力度 这不仅未能说服马尼拉 反而创造了 正是北京希望避免的区域 和超区域国家的反中联盟 他表示 不幸的是 我对北京在短期内改变路线的希望不大 这意味着紧张局势和升级风险 将保持高位 即使中国削弱了其更广泛的区域 和全球领导目标 至于中国是否准备在南海 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 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新加坡S Roger Rotnam国际研究所的研究顾问 谭思胜表示 中国正在故意提高赌注 但中国是否准备 在南海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 则无法确定 他认为 中国目前的计算 可能基于2012年 在黄岩岛发生的事件 谭思胜指出 在2012年的黄岩岛对峙中 尽管中国违背了 与菲律宾的美国调解协议 但奥巴马政府决定不会为几块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越南总统托拉姆 真是各有智慧的领导者 他明确表示 越南是美国的朋友 这不仅让拜登听了心花怒放 也让中国感到一丝不安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高超之举 就像古代的诸葛亮 用联盟来平衡敌对势力 正如我们所见 在南海问题上 越南能够借助美国的支持 更加勇敢地站出来 对抗中国的扩张企图 这不仅是为了国家利益 更是为了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和平 越南的朋友战略 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让人不禁赞叹 嗨 楚天书 你是说越南在玩朋友游戏吗 这听起来像是在玩大富翁 想要所有的好处 却不付出什么 托拉姆说越南是美国的朋友 这是给拜登送上了一个甜蜜的糖果 但糖里面可能藏着辣椒 越南一方面说要与美国合作 另一方面却不忘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联系 这难道不是在玩双面间谍的游戏吗 这样的外交策略 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 他说要三分天下 但实际上谁都不信任 越南这种朋友策略真的能持久吗 还是说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 放长远的隐患呢 谢琪琪 你倒是很会讲故事啊 但现实可没那么简单 越南在国际舞台上可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像是东南亚的诸葛亮 善于运筹帷幄 历史上 越南曾经成功地在中美之间穿针引线 取得了不少实惠 这次托拉姆访美与拜登讨论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获得了Meta和SpaceX的大笔投资 这不正是越南智慧外交的成功力证吗 而且越南提出要解除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签 这可是对美国经济利益的重大让步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济合作 这样一来 越南的朋友策略可谓是双赢啊 哦 楚天书 你是说越南这个朋友 就是个国际投资吸尘器 吸引了Meta和SpaceX这些大公司 看来越南不仅会玩朋友游戏 还会玩投资游戏呢 但我真不确定这种策略能有多长久 还记得吗 美国政府对越南的人权问题可不是马马虎虎的 就像美国国会代表米歇尔斯蒂尔在会议前致姓拜登 要求他关注越南的人权问题 这种事情就像是给糖果里加了点辣椒粉 甜是甜 但后劲而大得很 越南这么做 无非是想在短期内获得投资与支持 但长远来看 这样的朋友关系可能会动摇不定 人权问题一旦爆发 美国的投资也许会变成一场空呢 谢琪琪 你说的没错 人权问题确实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这就像在炸药库里玩火柴 但越南可不是等闲之辈 他们懂得如何在风险中寻找机会 越南在国际舞台上一直都是灵活机制的角色 他们释放了一些活动人士 这显然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战术回应 这种策略就像是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 利用小的让步来换取大的利益 越南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制造中心 吸引全球投资 这一点从他们与META和SpaceX的合作 就能看出端倪 所以即便有风险 越南也会保持灵活 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 哦 楚天书 看来你是真心把越南当作诸葛亮了 可是你说的灵活机制 有时候也可能是摇摆不定 越南在美中之间走钢丝 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摔下来 对于美国来说 越南的人权问题是个隐患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爆炸 更何况 美国的反对者可不少 包括那些劳工游说团体 他们认为越南的政策承诺 并未得到具体行动的支持 这样的情况下 越南真的能获得长期的支持吗 我看啊 越南的朋友策略 可能更像是个外交冒险 风险太大 不如直接选边站队来的实在 A three-round humorous and insightful debate on Vietnam'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SA and China leveraging historical analogies and current events The debate format includes introductions, arguments and counter-arguments from both sides The tone is witty, engaging and thoughtful Each round introduces new arguments while reinforcing previous points Historical references like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华尔街、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